今天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來到文山區的伏心宮跑行程 那看到現場有大約是20名的國民黨籍的在地里長來幫蔣萬安讚瞎 那就是為了打破說 因為先前常常被說這個黃珊珊是要有意把蔣萬安的裝 因為她常常去找這個國民黨籍的在地里長 所以今天蔣萬安也要用行動來證明 那她也說她是一步一腳印的持續照她的腳步來前進 不過她也批評了黃珊珊 我們現在怎麼說 我想外界對於行政部中立的質疑也不是第一次 我想面對議員的質疑 應該要很清楚的對外說明清楚 除了向市民朋友清楚的交代 我想身為首都的副市長更應該作為表率 那天天要講外面表示呢 黃珊珊是台北市的副市長 那常常被外界指揮是行政部中立 利用行政資源來跑選舉 她也喊話黃珊珊應該要跟選民來說清楚講明白 應該要做市民的表率 應該要做市民的表率 還要做市民的表率 還要做市民的表率